很久沒有講音階了 現在來延續之前的進度 我們先回憶一下之前說的音階有7個音 我們今天要用這個規則來推算出一個音階的形 我們先在第6弦上面找一個位置 來設定它是第一個音 我們今天先找第6弦的第8格這個音 這個音是C 畫面上我在第6弦的第8格這個音 把這個音C作為整個音階的第一個音 第二個音就是在高一個全音的位置 你可以想成是在第6弦的第10格 但是現在我要用第5弦的第5格 這個音來作為它第二個音 再來第三個音就是在高一個全音 在第5弦的第7格 第4個音 再高一個半音 記得4比3是高半音的 所以第4個音會在第5弦的第8格 目前 一共有推算了4個音了 把它連起來彈彈看 再來 推算到下一根弦 第5個音 第6 第7 這個音階的第7個音 有兩個選擇 你可以彈這個位置 也可以彈 下一根弦 第三弦的第4格 這第7個音 再高一個半音又回來第1個音了 所以我現在再彈一次 從這個低音的第1 彈到中音的第1 來囉 再繼續推下去 再繼續推下去 第2 第3個音 換弦了 第4個音 第5個音 第6 第7 第7 第17 我現在從這個1 高音的1 彈回到低音的1 低音的1 現在這個 第1個音 再倒推回去一個半音 就是第7個音 再倒一個全音 就是第6個音 现在整个音阶的行就弹完了 再来一次 我现在从数字1弹到数字1 再一次 我们现在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音阶 Zither Harp Zither Harp